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WTO姐妹會 這幾年呢 隨著這個陸客自由行的開放 而且兩岸的人民 交流就越來越頻繁了對不對 可是總是有一種感覺就是 就即便是在這個口語講話的方面 也有很多的差異喔 對 因為其實那個 以前台灣的很多那種學術團體 到中國大會去開會 結果他點咖啡的時候 然後忽然這個飯店就問 你要不要 什麼 咖啡要辦什麼 教授以為是伴遊小姐 他就說 沒有錢 那先來一個試試看 那咖啡辦理是什麼 奶精 Coffee mate 對啊 所以你看到這個用詞也好 字也不一樣 所以今天來看一下這個PoPo 來 兩岸用語大不同 標準房 標準 標準監 標尖 標尖嗎 標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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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人法 洗面奶這很好懂吧 對啊 要不要知道 我沒有煮上用奶 看不過的意思 好 來 洗面乳 來 失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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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個就重要了 打點滴 打點滴 對 厲害 厲害 猜不出來 酸奶 酸奶 酸奶知道 優格 優格 對 會嗎 謝謝 來 緊張 緊張 緊張就緊張 不是 緊張 緊張不是緊張的意思 沒有 不要 來 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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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紀不一樣 年紀不一樣 來 移動電話 手機 這很簡單 對 行動電話 就一個方便麵勝利麵 泡麵 這算簡單的 泡麵跟素食麵 對 這個只是詞的不一樣 這個奶就有爭議了 我的朋友到了東北 然後他就有那個韓式的按摩 東北 都混在一起的 然後他按摩按摩按摩的時候 那個小姐問他說 你打不打奶啊 對 會很痛嗎 會很痛 你的臉都不痛 那會變大嗎 怎麼會變大 怎麼會變大 變大 他是在他的身上 打上那個奶 牛奶 讓牛奶 讓他皮膚更光滑 對 所以他第一個反應太好笑 會痛嗎 對 因為現在全世界有聽說外國人 根據聯合國的調查 每天有四千萬人在學中文 每天 對 有多少人學台灣的中文 答案是一萬兩千五百人 好小 所以台灣現在你快慢慢變小眾 所以慢慢的兩岸的用語 就慢慢就出現了差距了 對 也會造成一些困擾對不對 對 所以我知道水晶沒有去中國大陸 留學過對不對 因為一般在韓國如果你想要學中文的話 我們都找東北三省出身的老師 因為我們都認為東北三省的老師們 發音比較標準 就沒有像北京人那麼一直 這樣 然後也不像台灣都沒有 這樣 對啊 好 我那時候 已經學好之後 去大陸當實習生 然後就是要練習中文這樣子 然後我在韓國已經拿了這樣的證書 一個是大陸的 一個是台灣的 最高級的喔 好厲害喔 厲害 一個是 一個是 大陸的一個是台灣的 已經都考完之後去那邊 就是當實習生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第一天就是當老師 就當工作 然後我要找我上班的地方 坐計程車 跟司機說 Q 就是我們台灣的驕傲嘛 要練啊 對 我跟他說 你今天講話好討厭喔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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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台灣的驕傲嘛 再講話你 然後他說 然後我一聽 小姐已經不舒服 喔 然後我在韓國學習 很標準的汗語的時候 老師特別跟我說 在大陸根本不能說 小姐這裡不舒服 這樣講 這樣講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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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慢慢就到 那我上課的地方 然後我上課的時候 我剛剛聽到那個小姐 已經不舒服 我完全記得 在講中文的時候 不能說小姐 是 然後我馬上上課 叫學生 謝 不是 不是 同學 為什麼叫謝同學呢 就 我那時候學習的是 一定要教男生 成年人就叫常識 同學 所以在台灣同學 也不是Gay嗎 對 這樣問一下嗎 然後一直叫學生 謝同志 告同志 跟久了唸 一直這樣 然後學生們 一直笑 然後他們三五十分鐘左右 就舉手跟我說 老師 我們可不可以休息十分鐘 然後我說 為啥 為啥要休息 我欠揍 他說 我聽你的國語 耳朵好痛 休息 不習慣 對啊 然後就是我那時候 一開口講什麼 就一直被笑 一直被笑 是喔 現在不會囉 現在沒有 我現在不是說汗 我在講 國語 另外一位呢 Eva 會習慣 真的會習慣 因為我跟她很 就一樣啊 我開始學 都是學那種很標準的北京講 可是住台灣那麼多年就忘記了 我去 上個月我回去北京的時候 然後我朋友或者聽到了別人 開始 像你剛剛這樣子講話 就有點毛毛的 因為 不習慣啊 不是說不好聽啦 不是說不好聽 很不習慣而已 是 然後我們去餐廳的時候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位置 可是因為人太多 就那個服務生也沒有來 然後我一直喊... 然後我想說 那天還好來有 然後我舉手就跟他說 然後我跟妳說 本來那種很熱鬧的氣氛 像美國電影一樣 冷靜下來 然後我們一個人都是 我就是這樣 然後我是 結果感覺到 從波子這邊就空氣來了 然後我朋友也是說 妳是剛剛說了什麼 我說沒有啊... 不行嗎 對 不行 糟糕 然後怎麼會不然 然後那個服務那個小姐 那個小姐眼看我就不想看 然後完全玻璃人家 他又叫一個男性的服務生 走過來 然後他走過來 點猜 妳有這樣撈的時候 所以小姐這兩個是不能亂用 我覺得這個算客氣的 如果要是一般比較嗆 如果要這樣說 我說妳才小姐 妳們全家都小姐 好嗆喔 妳很神奇啊 所以... 不要不好 因為我是外國人 然後我們一整個桌子 都是外國人 上面就覺得那就不要鬧事 旁邊人都有看 就以為她是做那個的 小姐是指做特種行業的女生 對啊 來台灣人家說 小姐我還滿不習慣的 現在大家 還要不是前後妳阿姨 台灣的小姐是未婚才叫小姐 對... 小姐很開心 剛開始說我小姐我翻臉 後來現在我說叫小姐 來... 來叫小姐 所以如果說不能叫小姐 可以叫... 姑娘 或是... 有什麼... 美女 最不會得罪人 直接叫美女 滿街都美女 滿街都美女 而且一叫 好自然喔 很差 可是剛剛一開始的時候 水晶還要講到說 他們學中文 都特別要找東北三省的 東北也有差 對... 那我覺得黑龍江省的說話 就比較好 再來提示就是吉林省 那這位好 沒有講話 姐妹要翻臉的 因為沈陽 因為靠近你看像大連 我們就是... 其實東北人都知道大連 就是有一股叫海力的味 就是靠近海邊 說他比較拐彎 那個口音非常重 其實我們兩個 也是我比較標準 請問你一瞧一下 然後真的 我們最典型的看一下 那個小沈陽的微信 是嗎 那天我就被我的小爸媽朋友 我家東北的沈陽那邊的 有一個小老妹 就是小妹子長得可太近了 長老漂亮了 那有四七八十的激動了 問我 那哥 你是不是超人亂的小的 你叫小沈陽啊 我是怎麼呢 那哥 你說我成長的 就是 有一種大海的感覺呢 我們老妹你不喜歡我呢 我說你說愛上我了呢 這老妹說我老氣人了 哥呀 你別誤會 我運船 一看著大海吧 就想吐 真的很多 就是這種野型的這種味道 是可愛這樣子嗎 對 就是你 他沒有講什麼 其實都是在陳述一件事情 但是就是很好笑 但是東北人真的也喜歡吹牛 我只喜歡東北人 吹牛 東北人都覺得自己長得很標準 但是東北人呢 不管哪一省的 講話他沒有知識識的分 他說我跟妳講啊 那個那個這個事實上啊 都是這樣 都沒有事實上 對 就是東北人的特色 其實現在寶寶她說他們 他們吉林比我們標準 沒有沒有 那剛才花東師他會講東北話 跟人旁邊沒有人聽懂 連我也沒聽懂 真的 對 其實怎樣人講話 還挺標準 只是喜歡有香音 對 因為我是喜歡 保留一點香音 其實我們講話很標準喔 我可以模仿一段 央視西部聯播 讓大家爭取一個 來喔 各位觀眾晚上好 今天是二月二日星期二 農曆二月初二 歡迎收看西部聯播節目 今天節目的主要內容有 全國婦聯發佈 老公崗位制度規範 事行條例 詳細內容有 一 要熱愛老婆 堅決擁護老婆 絕對服從老婆的領導 二 嚴格遵守 作息時間 準時做飯 嚴棄遲到 早退合 降低服務標準 以上條例 將由一月一日起實行 各位觀眾 今天的西部聯播節目播送完了 感謝大家的收看 再見 漂亮 謝謝 很好的 王姐覺得呢 很標準 如果要照央視的標準 是還不夠的 對 你比方說她說二月二十二日 二十二日 對 她那個二長得更大 她說 今年是1002年 二月二十二日 對 真的嗎 不是 他們 北京的朋友就問我 他說 為什麼你們台灣人說 二的時候都說 二 是什麼意思 二 是什麼意思 是阿二 二 這是阿二 對 二 東北人講 我們南方的 其實像我們四川講 太快了 我們都其實聽不懂 對 不是 因為你們四川 我們剛剛也會完全聽不懂 對 一樣的 四川跟湖北的 那還滿接近的 對 可是我們也是完全聽不懂 因為他們有方言 他們的方言 我們的方言 大家還多少聽得懂 他們的方言 完全聽不懂 我感覺回到了 文化大可不可以 我感覺回到了 我感覺回到了 對我們來說是 心境很舒服 因為我們聽不懂 就沒關係 你們也聽不懂 真的 很爽 很爽 真的 那我們德國念中文的時候 也是一樣 我們的老師全部都是 從大陸來的 然後他們也是叫我們 捲石 然後剛開始我到青島 然後青島好像更會捲 所以你現在會捲嗎 他不會 我已經忘記了 然後到了 我還有八個月 我本來是有一年的時間 在那邊 然後八個月 我就比較受不了 然後我們就打電話 給我們德國那個角色 我說 我們想去台灣可以嗎 他說沒關係 你們這邊不喜歡 那你們就到台灣看看 那我一到台灣 我就看 第一個 那個監梯是變反梯是 我就覺得有點 有點後悔 什麼都看不懂 就變成 然後人家 我跟人家講話 你是不是從大陸來的 然後我說 怎麼知道 對啊 你捲石 好像很像大陸 然後我在這邊開始 我習慣 我覺得這樣不錯 你看還要學那什麼 他話說都是 我好聽 我說多好對不對 我就很喜歡 然後大概的時候 我們這邊念完了 回到德國的時候 就是要 還要再念個兩年 到了德國我腳錯了 然後他就跟我講 阿虎 我現在聽你講話 我有點後悔 那個時候會叫你去台灣 因為你的 你的死到好像 叫不起來 什麼都沒有 太遠不見了 對 所以到最後 我真的 我發音也不標準 然後我 練中文那個 前提子跟反提子 我兩個都不會 所以我到最後 我去那個 德國那個盧是堡去上班 然後我的工作就是 那個購物 我從亞洲 我可能台灣大陸跟香港 我坐那邊買東西進去 採購 然後採購 對 然後我要跟一個 香港人在那邊 有時候在聊天 然後講話 他是要來拜訪我們 那我跟他講 我們弟子在哪裡 要跟他安排好了 然後到時候 他到了我們的公司 跟另外一個同事講 你們這個台灣人在哪裡 對不對 台灣人在哪裡 然後他來了 他說 我們沒有台灣人 我們只有德國跟法國 我們沒有什麼台灣人 然後他就最後說 那個李先生 李先生 因為我去 我太太的名字 我就說我是李先生 然後他看到 你是李先生 我是李先生 好笑喔 真的 天啊 所以聽起來好像台灣的 口音是比較容易學起來 對 不標準 手頭比較舒服 手頭比較舒服 就這樣 在我們湖北武漢 它有一條街 對 對 就像我們通常比較 少會去那一條街買東西 對 沒有人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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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你知道我說那一條街 對不對 然後那一條街的話 就是像我們通常 買到比較差的東西 可能就會說 你真的買到水貨了 比如說買一個什麼東西 可能拿回來還沒有使用 它就已經壞掉 所以不好的叫做水 對 就叫水 然後叫水貨 可是在台灣的話 就是我第一次 就是我剛剛來台灣的時候 然後跟台灣的朋友 就是MSN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們是聊天 聊到什麼 反正就是很開心 然後她後來突然就回我一句話 她說 完了 得罪了 然後我說 天啊 我有得罪到她嗎 然後我就有翻前面的紀錄 我說沒有啊 我們聊得很開心 妳為什麼會突然說我很水 謝謝水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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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對 是台語來的 對 那小朋友不跟人家講過水嗎 對 常常 人家也會講的 人家也會講的 對 人家也會講的 而且她還有等到連小姐一塊 小姐好水 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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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來台灣最大的困擾 就是簡體字跟繁體字 像剛才說的 對 那繁體字簡體 如果繁體字我全部都會讀 我都認識 好厲害 可是只有寫沒辦法 有的時候你實在是 因為筆劃很多 你就叫不准旁邊那個 到底是什麼一堆 像餐爪一樣堆在那裡 真的 然後有一次女兒就是 常常問我的字 我都寫不出來 她那個也是寫日記嘛 那現在上小三她寫日記 她會寫日記 然後她就問我說媽媽 那個驚嚇怎麼寫 那我就當時我的記 馬上就出來說很好寫啊 然後我就隨筆寫了一下 就順手寫驚嚇 對啊 又簡單又好 然後我女兒就看了說 媽媽 這不念字 就是這不是字 沒有字嗎 我雖然不知道怎麼寫 但她絕對不是長這個樣子 她絕對不是字 就不吵字 然後我女兒就開始吐槽 我說媽媽 你英文讀不好就算了 我原諒你 因為你不是教英文的 那你是國語跟數學老師 那你為什麼連中文都不會寫 好答案 對 你是怎麼當老師的 就是要吐槽我 就覺得很傷心 所以那個字我會寫了 真的 我永遠記得 學會了 學會了 我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學 標準的中文 後來在台灣也都 我認為我來台灣是 語言應該是沒有問題 但是碰到很多用詞 像是同志的寫 同志 你也有 對 有 有 像我的那個護照 要翻成一個 要編成一個Visa 學生的Visa 所以我就很自然就問 你們公安局在哪裡 公安局 不慘了 公安局在哪裡 然後學生也說 你有沒有面子 我想說 說什麼 我們美國人當然有面子 那你覺得我一點 我要上廁所 那最近我有機會回大陸 所以學到一些新的 然後就像這個 韓國人在大陸都是朝鮮族 但是像你們南韓 你們叫做 對 對 好玩 我最後要講了一個最精彩的 然後那個星星說 公車上的司機是最標準的 沒錯 真的嗎 現在北京的塞車很嚴重 對 所以那個司機的脾氣很糟 然後我二十多年沒有聽到 這個很親切很溫暖的詞 罵人是嗎 他在罵人 對 那邊塞車很嚴重 他把那個窗戶打開說 二十年沒有跟你說 謝謝感動回來了 我是沒辦法講那種話 我都是傻叉代替 不管那個 舒不舒服 怎麼講 現在我講十三 然後現在像我那個 在台灣 我覺得台灣那個 我罵什麼的 我還偶爾 我會開玩笑罵我 我還罵得出來 是 因為我覺得那不是我們的語言 跟我沒關係 我也沒有感覺 對啊 不是妳的語言 不是妳的語言 對 對 它不是我們本國的語言 我覺得它對我們 對文化不一樣 然後我也沒有感覺 絕對不是罵人 然後有時候還 有時候跟老公開玩笑說 你 這個我可以說出口 我覺得很好玩很有趣 我覺得妳的婆媳關係 不會嘆聲 對 還好她喝 才公公喝酒 所以公公OK這樣 對 所以我沒感覺 我覺得那不像是罵人 跟我 但是她那個傻叉那個 我聽到Kim每次 上次她也說幾 北京人我怎樣 然後傻叉呢 一直 不出來 你竟然又一竟然 回身起雞皮褲 對 等一下 對 那個英文那個 標準 對 我覺得你們是 你們講的很厲害的 連書啊等等 就是牛 牛 牛十三 那我就可以講 可以講 為什麼 對 一樣都是說出來不一樣 因為那是牛的 是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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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跟他沒有關係 他沒有關係 對 好的 我了解了 牛的不一樣 你 你一定要再跳過了啊 你再跨一個跨幾嗎 兩岸的這個教育環境 來比較一下 因為我們這邊 一半是來自於 中國的姐妹們 另外一半呢 是去過中國 全部都去過中國 對 去讀書的外國朋友們 舉牌看看 你覺得哪一邊的比較好 哪一邊比較好 阿福的水晶 金 寶寶 都覺得中國好 是 其他人覺得台灣好 可是 對 對 票數是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理由是什麼呢 因為大陸的 他的教育資源分配不均 然後城市呢就特別的好 城市啊 有些很多的學校 電腦 對 資源比較多 對 對 怎麼設施都很齊全 可是在鄉下呢 有一些學校 連課桌椅都沒有 那就是一個木板 然後搭著那個磚頭 有些連電都沒有 對 連我們有時候自己看到 都不會相信 都不會相信 所以就照著天光 這樣在讀書上課 對 像我們來台灣以後 我們走過很多地方以後 我就看到 像在那個復興鄉 那個山裡面 有一個百吉國小 百吉 百吉國小 對 它是一百多年了 我就覺得不可思議 裡面校舍那些 都很齊全 然後我們到南投去 有看到那個內湖國小 那個簡直是非常的漂亮 好漂亮耶 對 很多人去旅行的 都要去參觀 是 就不可思議 所以我覺得這個教育 這個大陸真的是差很多 對 這硬體上 塵箱差距大 對 可是我看一下Ava Ava妳剛剛覺得是 我剛剛覺得是台灣 因為對於我們來說 對於外國學生來說 台灣在這裡 你們是比較 沒有那麼嚴格 是比較輕鬆一點 因為我去大陸的 念書的時候 我一到學校都要報告 不是都要填很多的文件嗎 然後他們給我說 好 那妳的那個 宿舍的房間是怎麼樣 然後宿舍的規定是怎麼樣 然後我就說 停啊 先開一下 宿舍 我沒有跟你們說 我要住宿舍 可是妳是外國人啊 妳沒有別的選擇 怎麼樣啊 而且你們所有的外國人 你有一個固定的宿舍 監控你們 真的 然後這個問題就是 這個宿舍跟一般的宿舍 價錢是差大概四倍 你們不能煮飯啊 你們那些什麼東西 都不能帶進來啊 然後晚上十點 他們的門是關的 你不能出去 然後什麼意思 這麼嚴格 我可以十點關門好不好 關燈 我不要住宿舍 我說因為我覺得那個 假情太誇張 我要住外面 那妳先去跟我們的那個 教授 跟那個引導 妳先講一下 然後他們給我講那些 噼裡啪啦的噼裡啪啦 那些那些所有的單身 然後我想說 撞到了 不好意思我已經結婚了 然後他們後來 然後妳結婚多久 十天 還是算 所以後來鬧了很久 鬧了很久 然後我當天跟他們說 不論怎麼樣 我不會住這邊 我一定要外面住 然後 然後從大陸回到台灣之後 我還是要要報告 我要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一進去 就馬上想起來 有那個大陸的經驗 然後跟他們說 那那個宿舍我真的不要 然後台灣的那邊 然後等一下去米蘇 什麼宿舍 我也沒有跟妳要 妳忘記了 對 是台灣不一樣 其實我們有個朋友 他這次 他的孩子被那個北大 其實也錄取了 他去北大以後呢 去看了以後 他就覺得不可思議 那個校舍 他覺得很難受 然後那個熱水啊 晚上要固定的時間 然後去那個 固定時間 固定洗澡的時間 對 固定洗澡的時間 固定的接熱水的時間 所以他說算了 像這樣子都有控制 他說算了 我還是不要去了 因為那時候他們也跟我們說 那個是水時 早上幾點幾點 然後晚上幾點幾點 那我想說 那如果我要下午洗澡 那妳就入冷水啊 對 入行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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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啦 聽大哥台灣有很多啊 就是用語啊 那些什麼都不太一樣 大陸我們叫那個 猕猴桃 猕猴桃 對 對 可是在台灣呢 就是奇異果 對 奇異果 對 所以就會造成差異 還有 譬如說我們叫土豆 對 台灣是 馬鈴薯 對 台灣的土豆就是 花生 對 差很多 像我們叫那個 一次性筷子 一次性 台灣叫免洗筷 對 後來證明常常在 也不是一次性 對 像有一次我去那個市場 買青菜 買青菜我就指著 一個青菜啊 我就指著這個青菜啊 我就問老闆 這個青菜怎麼賣啊 當時老闆呢 就正在數錢啊 然後抬起頭來 看了我一眼 大陸妹啊 我說 難道我口音有這麼嚴重嗎 聽不出來 聽不出來 不是啦 那個青菜叫大陸妹了 總原來是這樣子 你跟你們大陸叫蜗菊 生菜 生菜 加細細白白的 很嫩 而且你燙過以後 加點熱油 不要強化細細白白的 不要強化 它這口感很嫩啦 我覺得 它是索蘭的一個品種 對 它也有人叫它 廣東生菜啊 對 一般的內地就叫生菜 有一次帶頭就比較好笑 客人說 上了菜 小胖 你再去點個青菜好了 他說服務員 來 他說 那就炒個大陸妹吧 先生 全部都大陸妹炒哪一個 像我小舅娶的是 鄉蘇的老婆 是 她來到台灣 一面在台灣上面 就點了個青菜 什麼青菜啊 大陸妹啊 或者那個地瓜葉 對 他說什麼叫大陸妹 尊重一點好不好 他會不習慣 但好笑的是 他來到台灣以後 他說 我過馬路的時候 車子都全爛歪 你知道嗎 你要換手交通 對著他就自己就走 就跟內地 走完以後回來 他說他就 隔了三個月 回到江蘇去 他說 姐夫我告訴你 我不會過馬路耶 對 我知道會這樣 會很害怕 真的啊 對 回去就是真的 超怕上街 然後就是你過馬路 會變得很緊張 是 對 但至少剛剛小胖導遊 講了這一段話 他裡面是指 白白嫩嫩的意思 所以不用心裡有疙瘩 所以現在已經看了 白白嫩嫩的寶貝 是啊 像我 我有在開店 然後我跟我媽通電話 我就會講說 夏天的時候生意比較好 然後我媽說會不會太累 我說不會 然後我說最近有請公讀生 有在幫忙 然後我媽就沒有怎麼講話 就說 我知道你很大愛 就是比較發散心這樣子 我說怎麼突然間講到 對 然後我說怎麼了 他說 我想問你那個公讀生 是男的是女的 我說男的啊 怎麼了 他說 什麼意思 他說犯了什麼罪 你知道嗎 因為在大陸的公讀生 我後面才反應過來 大陸的公讀生就是 就是那種犯罪的人 叫公讀生 對 那才叫公讀生 我第一次聽到 對 對 所以我媽也不理解 因為覺得 怎麼會找一個犯罪的來人 可能 難怪好大愛啊 覺得中國的嚴格 還是對外國人 學一些漢語的時候 比較有幫助 因為我之前在北京讀漢語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 老師真的非常嚴格 就是我們是一定要 外面台灣國語我也覺得很奇怪 對啊 想變太怪了 對 我們那時候學習漢語的時候 老師一定叫我們拿書 就這樣 蛤 對 對 一定是這樣 然後一定要這樣看喔 老師 老師跟我說 一邊二聽 一邊二唸 然後 老師 那是什麼 一邊二聽 一邊唸 老師說你好 我們說你好 他說再見 我們說再見 然後如果我唸不對 他還是拿一個棍子 對不對 最愛的小秀 對 我很喜歡被虐待 所以我那時候學習中文 就很有進步 對啊 然後那時候老師很... 很有進步 可是我在台灣就是學中文 都跟我說 中文就溝通好了 是 聽得懂就好了 對 他說聽得懂就好了 然後我中文越來越退步的感覺 就覺得 教育還是要嚴格一點這樣 是 你看這兩個 我上次回去 這是有二十三年子分別 是同一個地點 你兩張照片你的標籤 你一樣傻 風景依舊人事已變 可是你看到是有不一樣 你看現在 這邊是有一個警衛 那邊也有兩個 然後現在他看你的身分證 出入 而且在這裡都有人排隊拍照 這就變成一個經典的地方 是 那說不到教育的地方 就是早期這個時候 大家都說台灣最好 台灣的中文老師 可是現在二十年 對 不是我不明白 這世界變化快 這是吹奸的個字 沒有錯 沒有錯 他講得很對 因為那是西門了 OK 可是這是以前的東門 這是黑白的 你看這邊都是一層高的樓房 這是中關村大捷 對 然後現在有地鐵 你看北京的地鐵 我你看一個是捷運 他們說地鐵 對 你爸爸用什麼 不好意思 放冷槍 反正就是說 那個時候是沒有什麼地鐵 現在有 出來真的都是 好像美國的西谷 都是高樓大廈 然後全部都是科技公司 是 因為你知道嗎 我到裡面也是跟一些朋友講話 他都很會吸引國外高材的老師 是 知識分子 對 知識分子 對 所以我覺得 所以妳喜歡現在的北京 現在的北京 大學 雖然有好有壞 但是 以教育來講北大 他的師資是融合國際的這樣子 對 非常國際的 當然讀完書之後 其實還要包含到工作的階段 對不對 如果是以工作環境來講 除了阿福一個是中國的 全部都是台灣的 這幾乎是一面倒了耶 我是不是選錯了 沒有 那我想知道原因 應該看是要找什麼工作 可能教那個 英文老師可能台灣是不錯的 但是你如果要找比較專業的工作 當然外國人在這邊在 國際公司找工作 我覺得台灣很難找 對 實話 德國跟中國大陸 他們的關係很好 所以在我們那個 德國的那個就業服務中心 它裡面它有專門幫妳介紹到 在大陸的德國公司 所以我那個時候 我要搬回來台灣 我也是在那邊找工作 然後我一按什麼 台灣的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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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零 零 零 永遠都是零 大陸一堆了 你要去大陸哪個城市 你要什麼 你的職業是什麼 你那邊一定會找得到 如果你現在去大陸找工作 你覺得你現在好找工作嗎 我覺得好找 你現在還很好找 真的 我覺得還很好找 所以即便 已經年紀這麼大 意思嗎 我說出來沒有關係 好 沒有 再講一個更難堪一點 那比方說我先生以前 在的那一家外商公司 那個外國人的公司 他們是能力比較不好的主管 才會派到台灣 老外 這段不適合播出來 被討厭 沒有 沒有 我覺得這個就是該講 沒有 因為我也在做兒童節目 其實我很擔心 我們的孩子現在叫填空題 所以你告訴他答案 答案是這樣 你為什麼是這個答案呢 不知道 他完全沒有企圖心 這是很令人擔心的事情 我呼應這個話題 二十年前丁肇宗博士 拿到諾貝爾獎的時候 他有應徵 因為他是中國人嘛 他是台灣長大的 所以他當時有個心 他誠意實驗室 兩岸都考 考內地的學生 也有考台灣的學生 都最優秀的 考完之後呢 他用了內地的學生 人家就問他 記者問他 你怎麼會用內地的學生 他說成績考試 台灣人厲害 面對應勢 辭職內容 內地人厲害 很實在的內容 記得很清楚 還有企圖心 是 我會覺得是台灣省 中國人口多嘛 然後競爭力又強 然後他那個 其實越底層的 就是比較出勞力的 那個薪資薪水又低 打個比方好了 就是因為我在 當時我在廈門 那我們就是請一個大姐 阿姨 打掃的阿姨 我們叫保姆嘛 那我們是說 中午就是一天 就是你一整天 他又幫你煮飯 洗衣服打掃乾淨這樣 一個月下來才八百 八百塊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對 那你看 那我的朋友是 有一個是嫁到台灣來 他也是做打掃 他一個小時是 三百五到五百 差不多 按小時來算 是 所以你看 你同樣付出的勞力 但是在台灣 我賺的那個回報率 就比較多 還有一個 我講的最簡單的例子 菜市場 傳統菜市場 是 像我們大陸是 一整天都會有在賣菜 只要你想買菜 就是只要天沒黑 你去隨便都有 晚上早市晚市 都有人在就對了 像這邊好像只有早上 下午沒有 我們去買什麼買不到 禮拜一還公休 對 你看 修飾 你看連賣菜 都有休息的時間 有啊 那是賣菜 內地的賣菜沒有休息嗎 沒有 沒有 一二十小孩 他不得晚上 也點燈再賣 其實就像我那些同事 以前帶日本團團 帶歐洲團 現在都不帶台灣帶 通通跑到內陸去帶 為什麼 好賺 好賺 而且人多 機會多 那台灣一個月才藝團 像哲青以前 就像我們知道 像哲青導舟之後 以前他這種努力到大陸去 我看 一個月三十天 他要帶三十一天 不是 那其中有二十八天 是不是要看他 對 那倒是真的 這就是兩岸的一個差異性 因為他經濟起來了 以後就發現 他需求量大 所以說對我們 這是外國人來講 對我們來講 他是一個很好的救援區 可是這樣台灣 我們的教育環境是 很好的教育環境不錯 但是缺乏了那種 所謂的企圖型 我覺得我們應該鄭重的 呼籲領導人物 台灣的領導人物 真的要 是越來越落後 對 而且在大陸的這些大學 知名的大學 他們現在都是跟 國外的大學在合作 對 台灣 為什麼沒有人要來跟台灣合作呢 我們的大學行之有年 而且大家都自己覺得很優秀 可是沒有人要跟你合作 對 就是下一個 我來比較一下 然後按那個學生 還有人的國際視野 對 國際觀 來 看一下 你們覺得哪一邊的比較強 一面倒 一面倒 中國也認為 外國朋友也是一樣 是 在中國的話 其實哪怕就是 比如說我們去北京 然後坐計程車 那個司機都會一直跟你討論 什麼中東行事 然後什麼石油 有沒有漲價之類的 甚至我們自己中國的 一些國家大師 他都會去講 可是在台灣的話 我真的就是把新聞台當作 八點檔來看 沒錯 其中的很好 八點檔很精采 其中的很好 然後他一直狗狗可能丟失了 也會一直重播 而且他SNG 沒錯 像早期我在北京 有些人會講外文 可是都是俄羅斯的語 蘇聯話 對 英文根本沒有 那這次我去了紫禁城 好漂亮喔 對 然後最... 再夾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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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最不可思議的是 你看這一本 哇 又七種語言了 對啊 我嚇死我去那個什麼天壇 一和園那裡那種很大的地方 都會有當地的導遊帶團 然後有些是講外文 我都看老外也都不講英文 什麼捷克的語言 都有當地的導遊在帶 所以我覺得中國這一點太厲害 跟過去就不一樣 非常的國際化 真的 因為有時候你在台灣 你去博物館看那個英文 就一直罰他一載 看不懂 對 對 也有比如說在往附近 現在都是商店 人家賣你東西 我在那邊買一個 一個小香蓮 好可愛的 那個人也跟我講英文 我雖然是聽不懂 對 對 這個好笑 這個好笑 聽不懂 你喜歡西柏 西柏 西柏就是 銀色 這個是西柏 後來我說 妳可以再重複嗎 她說 西柏 她說了什麼 我覺得我在整他 所以後來就乾脆講中文 所以你不早跟人家講 她很準備要跟人家聊一下 好 但至少她很願意嘗試你 對 講到這國際觀 洪姐妳有話要講 是 對 因為我是做媒體的 那我來台灣以後 感覺最深刻的就是台灣的媒體 就是跟大陸的媒體 就是兩回事 大陸的媒體它是 而且對很多大陸的就是說 建設那些都有一個深入的報導 所以讓全國人民就知道 我們又有什麼樣的 偉大的建築要出現了 然後整個的過程 它都非常的詳細 或者是景點這樣報導 可是在台灣就是 對 特別的不太一樣 記者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想寫什麼就寫什麼 對總統 不管是什麼都可以罵 而且哪怕下面比如說 淹水80公分 它可以寫成80公尺 好像也沒有什麼事情 可是在大陸 你如果特別是開兩會 這些政協會人大會的時候 你一個那個就是 名字 領導的名字寫錯了以後 它都可以 就是讓你下崗這樣 對 離開崗位 一個人寫錯 今天這兩樣比一比 看到五五波 這個前幾年我們在做 一面倒台灣 下五五波 過幾年就全部都中國 中國這有很多優勢 值得台灣來學 是 我要問一下Kim 這次你去大陸回來之後 我發現人生做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對不對 對 生活好 可以教導我們什麼 然後我想講到大陸人講話的樣子 非常有趣的 對 就是他們會用一些詞來表達 一個很簡單的意思 可是會覺得台灣可以學習這一點 那比如說我朋友在講到他的一個事情 他說 這勾起了我兒子的回憶 回憶 你說你是禮拜的後代嗎 他就是 平常就這麼說話 對 覺得好棒 然後北京有一個飲料非常好喝 就是蒜奶 在台灣 比如說買了 豬腰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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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北京的蒜奶你看 重重的老北京蒜奶 既清涼又止渴 減肥揚成的 正宗老北京的蜂蜜酸奶 便宜啦 便宜便宜啦 好厲害啊 不是說叫賣方式 裡面有很多的使用詞 那個酸奶 像我附近那個人給他一個建議說 真的有什麼希望這樣子嗎 花園子 蟑螂啊 對不對 飯桌裡 看得一清而出 聽了 聽了 好 就是你要把那個功能 整個全部都講出來 大家就比較便宜共嘛 對 台灣的心動詞比較直接 小鳳姐 投給 小鳳姐 小鳳姐 直接 應該比較有意義 要直接點出來 功能其實在哪裡 我們問一下洪姐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 我以前公認大陸的就是 假的東西非常多嘛 它假煙 假酒 假味精 假衣 假藥 假郎中 假書 假畫 假古董 假兵 假官 假學生 這麼多 很多假的 像有一個老農夫嘛 就說去買那個種子來播種 種下去以後呢 一個禮拜就沒有苗頭 他就知道買到假的種子了 當心一絕 然後就去買一瓶農藥 要喝 要自殺 對 結果喝下去呢 喝不死了 沒死 後來呢 全家就很開心啊 爸爸死裡逃生 回來 結果買一瓶酒 來慶祝一下吧 結果喝下去 全家死光光 對 可是現在呢 大陸不是 你看 說吃動物怕激素 吃植物呢 怕毒素 農藥嘛 喝飲料呢 怕色素 吃什麼 心裡沒素 可是現在我們在台灣 你看最近喔 都什麼 就是這些油群啊 獨油事件 對 我們就發現 是不是大陸的滴溝油的技術 已經到台灣了 不要有接軌 對 而且我覺得 大陸台灣接軌 怎麼這麼快啊 一下 現在我們就 回去我們都不敢 帶那個什麼東西回大陸了 他們說 你們台灣還不是有假的 對 就這樣想說 我覺得這個 等於兩岸這個 都要遇到這個問題了 真的 我其實衷心的感謝 今天所有的這些 新住民兄弟姐妹們 給我們很多很中肯的建議 對 而且呢 也用不一樣的角度 讓我們理解說 其實現在台灣缺乏的東西 真的還不少 我們還值得 繼續的去努力改進這樣子 對 所以呢 希望呢 每一個人看到節目之後呢 仔細想一想 到底台灣欠缺是什麼 是 好 謝謝8位新住民朋友 來 謝謝大家 快來幫我們按讚 加訂閱 拜託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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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拜託 該誘 簡卻